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我们非常感谢上帝 我们能够在神的殿中来到敬拜祂 今天虽然我们不能够在教会里面聚会 但至少我们能够在线上彼此来到建立 来到关心 因为我相信上帝在这时代里面 要做更伟大的工作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主啊,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 主,我们如此的感恩 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你的爱在我们里面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虽然我们在面对四处都是挑战困难的时候 我们切不害怕 我们晓得因为耶和华 以马内力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主,我们谢谢你 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Hallelujah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我要来到分享上帝的话语来勉励 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今天的主题为 四面楚歌 兴起建造 何为四面楚歌呢? 今天我们所周遭的事物 挑战困难危险 面与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呢 我们自然的反应呢 就是让我们开始害怕 恐惧 伤心 忧虑 甚至呢 我们想要放弃了 但是 上帝对我们说 兴起建造 因为虽然四面楚歌 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何等的大 但是呢 我们一旦兴起建造 忧虑恐惧 在我们身边 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MCO的2.0 加上呢 许多的挑战 困难 没有人呢 敢往前进 害怕什么呢 前面的里程呢 是辛苦的 是干渣的 上帝今天要带领我们 进入祂的旨意里面 你不能明白 但是神却要指示你 哗过去 或越过去 或者是跳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现今的时代 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呢 有一个就是恶者 要来到攻击我们 但我们却能够为主 站立得住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到第九节 圣经提醒我们 说到这句话 他说到什么呢 勿要谨慎 谨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恐叫的狮子 偏地游行 寻找可吞赐的人 然后来到第九节 他说到呢 你们要用坚固的心 就是信心 来到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亲爱的弟兄姐妹 恐怕在这时代里面 我们常常都在面对许多的挑战 那不只是我们一个人的问题 也加上呢 我们有许多的人 也都在经过这样的挑战 但是我曾经记得 曾经有一位英国的诗人 叫做William Plaker 他说到呢 相信上帝 并且要保持 弹药干爽 什么意思呢 英文就是 Trust in God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什么意思 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 如果当兵的人 当你拿着手枪的时候 以前的人 是需要放 就是那一个弹药的时候 如果弹药一旦射了以后 就不能够开枪了 所以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谨守 我们要来到呢 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抵挡魔鬼 但是常常呢 因为优历的事情 今日的世上的事情 让我们操心 挂心 但这时候呢 撒谈魔鬼呢 二者呢 就要找可吞斥的 他可吞斥的那些对象呢 就是那些呢 不懂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谨守谨醒的 他们灵性开始昏睡了 然后靠近了试探的人 所以因此呢 在狮子虽然是凶猛 但他的速度和耐力呢 都比不过其他 他爱捕射的大型 撒这个草食动物 所以呢 他通常是怎么样呢 会埋伏在水盐边 生草中 然后等待那一些呢 草食动物呢 不够警惕的时候呢 主动靠近猎物的时候 就把他捉到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确要跟着 在这患难当中 跟着神的话语 来建立自己 所以因此呢 在第九节告诉我们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 在世上的众弟兄 经历了这样的苦难 是的 每一个人都经历了 当你知道 常常以为 自己所受的苦难 是别人所没有的 以至于我们 有时候感到呢 孤单 自怜 灰心 若我们知道 在世上的众弟兄 都要照着神的旨意 在当中 受了这些苦的话呢 我们就不再孤单了 我们重新振作起来 仰望神的保守 用坚固的信心 靠着耶稣基督 来抵挡这二者 弟兄姐妹 我们不可 忽略了魔鬼的存在 但也不必在魔鬼面前 胆怯 推缩 因为呢 基督已经胜过了他 我们只要顺服主 抵挡他的心智 他就会害怕了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不断地在做 奇妙的工作 我在这里要鼓励弟兄姐妹 尼西米 在这个时候 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尼西米并不是呢 一个很有经验的建筑师 也没有呢 做过大工程的领导者 但却要带领百姓呢 重建城墙 这是他过去 从来没有想过的事 今天神也常常让我们 没有什么啊 我们所经过的事 是我们没有经验的 比如说 这一次的疫情 大家都没有经验啊 也没有能力 去怎么样去抵挡 但是我们心中 却充满了 主给我们一个 侍奉的负担 好让我们呢 虽然没有了 若我们没有这负招 我们就不能够呢 为主出头了 但如果我们切了了 这负招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害怕 我们就不用惧怕 因为主说 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在马太福音第11章 三十字节说到的 所以尼西米回应神的负招 就凭着自己 跟神之间的关系 然后还有现今 所面对的挑战 在现在的地位 经验和努力 完全的依靠了 神施恩的手 在当中 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 有三点 我先说第一点 第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关心神的事情 和带领子民复兴之事 我重复多一次 第一个大点 就是呢 关心神的事情 和带领子民复兴之事 我求主保守看顾我们 带领我们 赐福于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在尼西米记的第一章 的第四到第十节 是一个非常长的复篇 我们可以来一起的来看圣经 我听见这话 就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 进食 祈祷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 大而可畏的神 你向爱你 守你洁明的人 守思 守夜 施慈爱 愿你睁眼看 彻耳听 你仆人 昼夜在你面前 为你众仆人 以色列名祈祷 承认我们 以色列人 向你所犯的罪 我与我父家 都有罪了 然后接下来 他说到第七节 我们向你所行得 审视邪恶 没有遵守你 借着仆人 摩西所吩咐的洁明 历列典章 求你纪念 所吩咐你仆人的话说 你们若犯罪 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第九节 但你们若归向我 谨守遵行我的洁明 你们被赶散的人 虽在天涯 我也必从那里 将他们召集回来 带到我所检险 所显着立为我民的居所 第十节 这都是你的仆人 你的百姓 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 所救赎的 尼西米是一个以神的事为念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我们有没有为着神的缘故 我们纪念神的事情呢 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地步 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 我们只要在家里面守候 就可以了 你错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尼西米说到什么呢 他的反应是哭泣 悲哀 尽时祷告 因为耶路撒冷的坏消息 已经传到他的耳中了 今天教会所面对的挑战 世代所面对的挑战 你周遭四周围 你的社会所面对的挑战 是不是让你渐渐的听进了耳朵 这些都是坏消息 但是呢 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可以哭泣 悲哀 来到尽时祷告在神的面前 虽然耶路撒冷的城墙 已经被朽坏了 城门被火浑烧了 但是呢 却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 要为我们义备 大难临头 受领辱 但神仍然在当中 作之为王 亲爱的弟兄姐妹 若不是呢 神的百姓所行的 这一些邪恶呢 神就不会 收回赐福的手 但在这时候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神是爱我们的 为何呢 因为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说到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先爱我们 我今天这一出经文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真正的来认识神 我们要敬畏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次的MCO 你能够做什么呢 你在家中 你可以更认真的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以神为乐 何谓以神为乐呢 你开始预备你的属灵生命 你开始呢 进入到呢 你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 就如同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一节说到 不但如此 我们却借着我主耶稣基督 得以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以神为乐 是救恩的最高处 恩典的最深处 生人同行同在 同往 彼此享受 互相满足 直到永远 神就在我们当中 要成就 许多奇妙的工作 祂要一步一步的 把我们带到 以神为乐的最高处 把神的生命和神的丰盛 恢复在我们的身上 以至于呢 我们能够满足和喜乐 就是神自己了 神自己成了我们的 满足和喜乐的时候 因此我们在患难中 就欢欢喜喜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必须要鼓励你的 是的 当我们以神的事为念的时候 我们就渐渐明白到 原来神的旨意 要放在我们心里面 神要开始在我们心里面 做那奇妙的工作 当我们知道 教会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伸出援手 来到建立神的家呢 当上帝 让我们知道 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用一个信息 一通信息 来到鼓励他 来到勉励他 来跟他通电话 为他祷告 鼓励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 今天上帝要在你身上 做更大的工作 也就是让你能够明白到 接着你以神为乐的时候 这一切都是基督自己做成的 是的 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做成的 有时候我们可以做 因为我们是他的器皿 我们是他的管道 但不注意呢 把这一个自豪 驾傲 他要加在我们身上 我们反而知道 当基督耶稣自己做的时候 我们更懂得谦卑顺服 将我们自己献上 成为和福主用的 这个契机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要我们凭着信心 接受他神儿子 所为我们成就的事情 我相信这第一点 才会带你进入到 一个属灵的境界里面 好让你明白神的心意 今天让我们能够呢 好好的去深思这一处经文 让我们好好去深思 上帝在我们身上 要做的工作 但因为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会进入第二点跟第三点 我们将会有一段 休息的时间 报告的时间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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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神明 一切关系的解答 耶稣是圣灵 一切黑暗的亮光 将有双眼为喜乐 将军旁边为力量 耶稣是永恒为你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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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在刚才的信息里面 你已经慢慢的被主来到了更新你了 当我们进入到第二点的时候 我这里要先说 我们要先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然后我们就会化险为义 何为化险为义呢 这意思就是意思讲 把危险拦住我们的事情 成为了平淡 然后把危险化为平安 比义是转为为安 就是意思讲的虽然是危险 但是上帝要把那一个平安 加在我们里面 我们一起的来看这一处经文 尼西米记的第四章 的第七第八跟第九节 这边说到什么呢 他讲到 哇 听到吗 第八节说到 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 使城内脚乱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 由因他们的缘故 就派人看守 昼夜防备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仇敌的欠址越来越大了 对不对呀 今天我们听到很多消息 从新闻啊 从报道啊 从所有的网路上的管道 我们开始听到的是坏的消息 是散播的消息 但是呢 这一些都是 就使我们呢 跟神之间越来越感觉到 很大的距离的 今天给大家大概认识一下 仇敌的牵纸越来越大 为什么 因为最初呢 只是呢 北面撒玛利亚的参巴拉 和他的下属多比亚而已 接着呢 是南边的阿拉伯人 哇 基善 现在呢 东面的亚门人 和西面 菲利斯地的亚斯图人 也都加入了 耶路撒人和阿拉伯人 亚门人 亚斯图人 并不相邻 但重建城墙 却使他们莫名其妙的 怎么样啊 发怒起来了 这种没有理由的怒气 是由撒旦魔鬼而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一家人 在家里面的时候 我们也都是在一面对 许多的挣扎 口角 问题 对不对啊 有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地步 一点的不适合的意见 然后呢 我们就会搞到呢 很多很多的 吵闹声啊 挣扎声 这些怒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怒气是从那恶者魔鬼来的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拆毁 每一个家庭中 那破裂的裂痕 让我们能够重建回来 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要在你的身上 做更大的工作 是的 黑暗会笼罩我们 当上帝的光一进入的时候 黑暗却不能够接受光 然后黑暗就要逃跑了 当我们在看到这一处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到 他们开始看守了 看守的时候呢 他们很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们知道这一个怒气 就好像当时候耶路撒冷 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百姓的领袖们 一面接着祷告 求神对付仇敌 一面尽忠防备 然后呢 仇敌越发怒 他们就越祷告 仇敌越搞乱他们 然后呢 他们就越警醒 同样的 环境里面的难处越大 教会的领袖 也要起来祷告 也要冷静 不可给仇敌留下破口了 我担愿你教会的领袖 主长 副主长 见细 然后你们都是一起 其心合意 建造上帝的家 弟兄姐妹 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 上帝就要带领我们了 尼西米甚至来到一个地步 他都这样说到 在尼西米记得第六章 第九节 他说什么呢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 意思说 他们的手必软弱 以致工作不能成就 神啊 求你兼顾我们的手 是的 谣言 恐吓 是会为尼西米 所带来的惧怕 但是呢 也会使到百姓的手 开始软弱 但我们若专心 做神的工作 我们就算筋疲力见 神也都为我们争辩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自己的手 要交在神的手中 你的手是什么手呢 你的手是祷告的手 你的手要为主举起来的手 你的手是愿意为神敬拜的手 你的手是愿意为神的缘故呢 来到征战的手 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 上帝就会赐下 祂给我们的第一点 权柄 是的 祂上帝要赐你权柄 上帝要赐你感恩的心 上帝要更新你的心事意念 上帝呢 要赐你责任 然后呢 这一个的任务要完成它的 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 神给我们的东西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今天对你来说 可能你讲 那并没有什么 但的确 那却可以带领你 进入到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里面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那我们真的是化险为义 为什么呢 虽然拦阻在我们前面 困难在我们前面 但我们可以成为平等的 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呢 祂将帮助我们什么呢 是的 上帝要帮助我们离开 幼稚的思想 幼稚的思想严重地打压了我们 只要有一点不满足的 我们就好像一个小孩这样 然后就怒气冲天了 然后第二是什么呢 我祷告我祈求上帝今天在我们身上 要做更大的工作 今天当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你愿意交托于祂的时候 上帝要在你生命中 再做更多更多 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但上帝是能的 最后一点 第三 也就是我们呢 可以呢 试地考看 查看 然后呢 我们就发动工作的程序了 我可以严格来说 当这个主题出现的时候 应该是在前面就开始了 尼西米一开始呢 他就做了试地考察的工作 他是一个看得眼 然后看得清楚的人 今天有太多人看得眼 但是呢 不清楚 我们就没有一个结果和方向 看不远的人 但前面很清楚的 然后就是短暂的视野 圣灵要我们看得眼 看得清楚 然后因此呢 他在环绕着这个城观看的时候 他发现到呢 城门口呢 被毁灭了 烧尽了 然后魂烧了 破坏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门在我们心房里面是很重要 有一些人的门呢 是怎么样的呢 关得紧紧的 耶稣基督要进来 进不来 有一些的门呢 是没有上锁的 然后开到大大的 任何东西都能够进来 所以今天你的门是怎么样呢 你的心门应该为主而敞开 如果一些脚乱的世界的引诱 恶者的攻击 你应该锁紧 让主耶稣基督在你身上 做主做王 在尼西米纪的第五章 第十九节说到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我 为这百姓 所行的一切事 施恩以我 当时候百姓 不明白他的心意 许多人不明白 今天好像牧者 同工所做的心意一样 他们认为 我们是多举一指 我们是做的更多的事情了 其实是真的 主要我们学习做什么东西 多走一里路 对不对呀 人家要你的外衣 礼仪也给他 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 所以我们建立主的信徒 主的这一些信徒 就必须要多做的 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弟兄姐妹 多做 当属灵的权柄 并不是呢 你根据你的职位经历 也不是你依靠的能力 知识 而是人顺服上帝 有多少的权柄 当尼西米祷告我的神 求你纪念我 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 施恩于我的时候 就让基督的生命 在自己的身上 自由地活出来 不但显出体现和供应 也显出权柄和能力 在仇地面前堵住 里里外外的破口 来到尼西米祭第十三章 第十四节说到什么 我的神啊 求你因这事祭奠我 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 以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属灵 灵修祷告挑战吗 挑战 在参加线上的祷告会 挑战吗 挑战 线上的小组机会 挑战吗 挑战 主日崇拜的机会 挑战吗 挑战 很多人都会告诉我们 我们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就好了 看自己精彩的节目 吃爱吃的东西就够了 干嘛还要联系 加了这么多的活动 这么多的节目来帮助我们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让我们能够守 上帝应要我们守的事情 尼西米祭第十三章 二十二节也说到 所以什么呢 我吩咐立位人 捷径自己 来守城门 使安息日为圣 我的神啊 求你因这事 纪念我 照你的大慈爱 怜悯我 立位人的责任 是看守圣殿的门 耶路撒冷的城门 本来是另有专人看守的 目的是防备仇人 敌人 但是呢 现在呢 尼西米安排 立位人长期看守城门 为什么呢 不是为了防备敌人 而是为了使安息日为圣 当他们守圣殿的门一样 所以呢 必须洁净自己来守城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看得见吗 今天求主纪念我们 我们当行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要建立主的家 让上帝的爱 进入我们里面 尼西米记第十三章 三十一节 他又说到 我又派百姓 按定期献财和出手的土产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我 施恩与我 是的 最后 这也要结束了 我这里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出经文 就是奉献 弟兄姐妹 奉献是很重要的 这个时候 你可以给自己很多的理由 借口 告诉自己 我不用奉献 奉献不一定是金钱上的 弟兄姐妹 金钱上的奉献 必然重要 最重要是 你要将你的生命 献上给神 让上帝来建造你 让神的作为在你身上 成为大有能力的恩典 在你里面 用你自己的作为 建造的根基 把我们建造在 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 以至于我们的身体为圣殿 用自己的来建造 来容神一人 陶族喜欢 我相信在这样患难的日子里面 的确我们有许多的挑战 但上帝要一一的为你开路 上帝要你成就奇妙的事情 该你看到了吗 尼西米关注的是什么 属灵的事 叫他们守节 他关注的是当境的责任 叫他们守门要圣节 然后第三奉献 出手的土产 跟异备的材质 燃烧献上给主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在今天要祝福你们 最后我的结论是 在这时代里面 我们基督徒 不要糊里糊涂 我们不要垂死挣扎 我们不要贪生怕死 不求丧尽 但生怕死不是告诉你 你不敢 要你禁弃疫情当中 不是 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今天你要今生经历 不推卸责任 你要了解事情 不胡乱猜测 你要立刻查看 然后不假手一人 愿上帝赐福你 恩典在你身上 满满的 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为这众弟兄姊妹 圣上的都恭敬的交托 愿上帝你的恩宠 你的恩代 你的恩缘 你的恩典 你的恩膏 你的恩赐 都加在众弟兄姊妹身上 当他们得着上帝 从你而来的恩赐 虽然这时代是世面楚歌 但你要我们兴起建造 成为赫神心意的仆人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愿上帝赐福你们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哇 谢谢观伦豪牧师 强有力 鼓舞招救圣灵的信息 世面楚歌 兴起建造 弟兄姊妹 我相信你们也都从中领受到 并得到极大的鼓舞了吧 让我们做个不单止是行 听道 也要做个行道的人哦 活出生命的见证 祈求圣灵帮助我们 而也别忘了将这个美好的信息 和这个具备 与你的家人和朋友们分享 同时呢 我们也很乐意地在祷告上 为你服事 并与你站在一起 如果你有任何的祷告需要的话 你可以照着屏幕上所展示的这个号码 来发送给我们 我们会有教会的灵修与你们一起为你们祷告 相信你们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都不会陌生吧 是的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 反的永生 是的 再过两个星期 就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收拾在十字架上 并在第三天生天复活的日子 记得锁定4月2号星期五晚上8点30分 教会的耶稣受难日 中英文堂联合的这个特别聚会 而我们会圣餐在当天晚上 当然我们还有4月4号的复活节主日聚会 而我们将会有一位特别讲员 祝瑞特、哈林,牧师的耶稣复活大能的精彩 分享 别忘了邀请你的家人 和朋友们来到 参与哦 好了 我们今天早上的 聚会也都来到 Vision了 让我们以主导文 来做 我们今天早上 聚会的 结束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意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好了 愿上帝的恩惠 平安 与你们的同在 我们下个星期见 再会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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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